我们看到的是常规赛第一循环的第三轮比赛 比赛是在厦门工人体育馆进行的交手的双方是主队厦门特房对阵八一队 比赛是按照男子双打女子单打混合双打三对三 男子单打和女子双打的顺序来进行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双方今天晚上出场选手的名单 按照比赛的赛程安排第一个项目是男子双打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主队洪伟和卢凯搭档来面对八一队的居方彭宇和汤锦诚 今年的厦门特房队他们是有非常强的实力 因为在阵容当中拥有像赵云磊 王小李 陈龙 宏伟 这样实力非常强劲的国家队一线的球员 而且除此之外像刘成 唐渊廷 卢凯 这也都是国家队目前的现役选手 他们的对手八一队相对来讲由于林丹和李雪瑞都是受伤的关系 然后主力大将汪欣也是受伤之后在北大学习 所以他们只是派出的都是小将 在前面的两轮比赛当中八一队全部都是以失利而告终 所以他们目前的局面还是非常的艰难 今年这个赛季联赛的目标是争取宝籍 画面上方身穿黄黑色相间球衣的这是主队 所谓在底线的判断还是比较的准确的 从今年开始呢 比赛呢为了适应国际雨联对新规则的一个改变啊 这个潜在的改变 从国内的联赛已经开始呢 就变成了每局十一分制 比赛呢单场是五局三胜 这是八一队的选手汤锦诚 1996年出生身高1米83 他在跟搭档居方朋友的配合当中还是主要四肢后场 因为身材比较的高大 下面队的红伟和卢凯他们两个都是1米90以上的身高 所以呢属于这个身材很高大的选手 在他们共同的这个 所参加的这个男双的组合比赛当中 他们都属于四肢后场的 所以这两位后场型的选手 组合出来的搭档 可能会在场地当中会感觉这个场地比较的小 因为两个人都属于这种转体的能力 可能稍微差一点 但是进攻比较的凶狠 我这个机会直接的一板下压 25岁的红伟他就是福建厦门人 属于这个当地选手 搭一个后场的平高球 平快球 非常的有偷袭的效果 红伟以前在国家队的这个男双搭档呢 是沈叶 那现在今年的主要是跟柴彪来配合 他们也是从2014年配合的比较多 拿到了瑞士黄金大奖赛的冠军 连续的好发球 都是确保把比分 分差拉到了两分 连续的进攻 点抢的还是比较好的 他们成 拿到了这一分 方景成是来自于湖北的一名选手 他们平常呢 在八一队就是比较固定的双打搭档 他们也拿到了2014年全国青年体标赛的冠军 这两名选手呢 就比较年轻 还不到20岁啊 95年和96年出生的 没办法 个子比较的高 如果是在直线方向上面呢 这种高球 过不了顶的话呢 会形成落点非常尖的这种下压球 尔凯和湖北前后场的直线方向上面轮转的配合 卢凯在2014年呢 他在国家队里面跟蔡云啊 又过一段时间的配合 获得了新加坡超级赛男双的冠军 原来是他个人在这种超级系列赛里面最好的成绩 下门特防队的教练呢 是林江丽 这是下门特防队的总教练 而八一队的教练员是杨辉 这男生的比赛还是说比较的快节奏 发接发一直都是很主要的环节 除此之外在前场的这种中前场的平车岛 这个环节呢一定要连贯快 这样才能够在这种快攻的过程当中呢 寻找到一些机会 八比四 卢凯的身高是一米九一啊 宏伟是一米九二 但是在两个这种平常在跟其他的球员配合的时候呢 都是偏后场的选手里面 那么他们习惯性的这种进攻站位 还是说卢凯在前场多一些 宏伟在后场多一些 得点位置的滑板杀球啊 没有成功 五比九 其方朋友现在落后四分 这个汤锦诚 一球 九五年出生的一名选手 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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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球 但是他这团结不够快 十 十 五 第一局的局点 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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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身还是比较害怕的 厦门这个地方它的羽毛球的基础是非常好的 很多的业余爱好者 两个大个子选手平行站位 防守还不错 做假动作 这有点排球的这个踢刺的感觉 还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前后场的一个配合 打出一个时间差的效果 这样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呢 红卫和卢凯相当轻松的11比6先胜 大一队 大一队 掌声送给他们 大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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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特防队呢 他们是在去年的比赛当中呢 是首次成为升班马 他们和另外一只升班马 这个广东世纪城 没想到最终却成为联赛的冠亚军 厦门特防队是在决赛当中呢 西败给了广东世纪城 那么今年的他们总体的实力来讲 在这个宇超联赛当中还是非常平均的 实力很出众 比赛是每局11分啊 是三局五局三胜质 起发抢攻的效果不错 这就属于呢在这个前场的争夺的意识很强 而且呢他的连贯的速度也不错 这块不小心把这球打到对方的这个脸上啊 举手向对方适应 大街发这个环节很重要 所以现在没有太多的拍数 一般就是在这个网上就已经分出高下 三 后尾发球 好球 一旦形成进攻的这种态势之后啊 这轮转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文蕊和卢凯这种分工相当的明确 卢凯是今年呢才刚刚转回到厦门 很多球迷呢在论坛上面说 卢凯其实到厦门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发挥的机会啊 这个因为厦门的男双的能力很强 实力非常强 但是证明呢还是跟虎伟的搭档 还是一种比较默契的配合 八一队还是在被动的情况下起了高球 虽然他们知道这种起高球啊给对方来打的话 其实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因为对面两个高大的选手 他们这种下压的杀球点还是非常尖的 但是被动的情况下只好挑起高球了 现在就是看谁先把这个球挑起来让对方来打 特别呢是如果这个球下压的机会拿在了厦门队的手上 他们进攻的成功率非常高 八一队现在呢因为缺兵少将 所以他们只剩下一些年轻的小鬼当家 他们这个目标也定的非常现实 今年的宇超联赛呢就是争取保级 今年宇超联赛呢一共是经过抽签呢 分成了两个半区啊红区和蓝区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蓝区的比赛 这一区当中呢除了有厦门厕房和八一队之外呢 还有广州粤语浙江竞辟青岛队和 关注朋友们掌声送给双方运动员 在第一循环第二轮的比赛当中 厦门特房是3比2是战胜了这个青州 而八一队是1比4赋予了四川 第一轮的比赛呢厦门特房也是4比1击败了四川队 而这个八一队是0比5输给了浙江 所以呢在前面的两轮比赛当中呢厦门队都是胜出 而八一队呢两轮都是失利 这场男双比赛从实力上来讲还是差距比较的大啊 这样9比2的比分 厦门队领先的幅度非常的多 从给批杀对角这球是要求太高了 主动失误送给对手1分 其实对于八一队这些年轻的小将啊 他们跟国家队的这种实力和经验都比自己 要丰富很多的对手来相比啊 就是心态一定要放松啊 争取把自己的这个技术特点打出来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机会 但是同时呢这个通过中央电视台的转播 这个比较大的平台对于年轻选手来说呢 也是一种历练 他们在这种更高层次的这种赛会上面亮相之后啊 可能会对这种大赛的适应程度会有很大的提升 我想对于他们未来的成长还是很有帮助的 轻掉两板 但是总体来讲只要是起球的话呢 对面的两个大高个就可以把球打得非常的尖 不往没有过 第二季的比赛呢是11比5 厦门队已经取得了2比0的领先 对面的领先 对面的应用 有点重新的招待 再来讲 对面的领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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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要 感谢观看